立法會選舉結束 地方選區的點票接近完成 根據已經公佈的候選人得票 35個地方選區的議席 泛民和建制派得到的議席很接近 同時黃雅宇現在就是中央點票中心的地方選區的點票 現在進度如何 劉榮文 其中九龍東、九龍西以及新界西已經有了結果 剛剛公佈的就是新界西的選舉結果 這一區合共有9個議席 當選的分別有民建聯的梁志祥 工聯會的麥美娟 人民力量的陳偉業 公民黨的郭家琪 新民黨的田北辰 佳工的梁耀忠 民建聯的陳恆斌 工黨的李卓人 以及是民建聯的譚耀忠 在這一區今次的選舉結果出了之後 我們數一數 泛民和建制派的比數分別是泛民佔四席 建制派佔五席 在這一區的情況和上一次選舉逆轉了 因為上一次在這一區的結果 泛民佔比較多數 在這一區另一個值得留意的就是 原本在這一區的當區的立法會議員 民主黨的李永達連任失敗了 他以赛微的票數就是輸了 他是排行第十 至於民建聯 在這一區其實他們採取了新的策略 就是分拆了三張名單去出選 可以說分拆名單的策略是成功的 因為除了連任的譚耀忠之外 亦都可以令另外兩位的議員 兩位的黨員 亦都可以成功進入議會 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公民黨的名單 郭家琪就是過往曾經參加過功能界別的選舉 今次就火拍公民黨的余若薇 空降新界西這裏 結果他就成為了新界西的票王 合共是拿了超過七萬票價 不過雖然是這樣 但就未能夠可以令到余若薇有足夠的票數 是重返議會 所以其實在這一區 包括有陳偉業、梁耀忠、李卓人 和譚耀忠他們是連任的 好了 我們會繼續留意點票中心的情況 先交給你 劉榮林 謝謝黃雅宇 九龍西是最先公佈結果的地方選區 九張名單欠五個議席 結果泛民獲得三席 李正宇報導 首次參加立法會直選 民建聯的蔣麗雲就成為九龍西的票後 大幅拋離其他候選人 人民力量的黃毓民成功連任 至於公民黨的毛孟靜 上屆無緣進入立法會 今屆終於晉身議會 民主黨的黃碧雲接替轉戰超級區議會的陶謹生也奪得一席 但名單排在第二位的張文光就未能重返議會 至於西舊新動力的梁美芬就奪得九龍西的最後一席 而民協的譚國喬再次未能入局 保不住民協在九龍西的議席 亞洲電視記者李正宇報導 而九龍東的選區一共有九張名單欠五個議席 法民和建制派各取兩席 而第五席就由轉戰地區直選的謝偉俊奪得 民建聯的陳鑑林在九龍東拿票的票數是最多 有47415票 民主黨的胡志偉拿到43764票 公民黨的梁家傑拿到41669票 兩個人都當選 令到泛民在這一區拿到兩席 而工聯會的黃國健和由旅遊界功能組別轉戰地區直選的 獨立人士謝偉俊雙商拿到一席 再交給中央點票中心的黃雅耀說明最先的情況 4號 林詠文 現在的選舉主任正在公佈新界東的選舉結果 一起看看 5號龐愛蘭名單所得的票數為23988票 6號龐愛蘭名單所得的票數為46139票 6號龐愛蘭名單所得的票數為38045票 7號龐愛蘭名單所得的票數為38045票 118號龐愛蘭名單所得的票數為57007票 9號龐愛蘭名單所得的票數為6577票 7號龐愛蘭名單所得的票數為什麼 8號龐愛蘭名單所得的票數恣 39,650票 11,蔡耀昌名單所得的票數為10,028票 11,蔡耀昌名單所得的票數為28,621票 12,蔡耀昌名單所得的票數為31,016票 13,蔡耀昌名單所得的票數為31,016票 14,蔡耀昌名單所得的票數為21,118票 15,蔡耀昌名單所得的票數為32,753票 15,蔡耀昌名單所得的票數為28,75票 16,蔡耀昌名單所得的票數為6,031票 17,蔡耀昌名單所得的票數為6,031票 18,蔡耀昌名單所得的票數為24,594票 19,蔡耀昌名單所得的票數為2,327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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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蔡耀昌名單所得的票數為15,金 politically 民主黨的劉慧卿、民建聯的葛珮帆、 人民力量的陳志全、民建聯的陳克勤、 工黨的張超雄、新民主同盟的范國威、 自由黨的田北俊、以及公民黨的湯家驊。 在這一區的現任議員, 民主黨的王成志連任失敗。 而另一位議員,葉偉明,工聯會的葉偉明, 由功能組別轉戰新界東也是落敗的。 在這一區連任成功的分別是有梁國雄、 劉慧卿、陳克勤、以及湯家驊。 在這一區,民建聯也有兩張名單出選, 兩個都成功了。 在這一區也有幾位議會新丁, 當中包括民建聯的葛珮帆、 以及人民力量的陳志全。 另外,新民主同盟的范國威也是新人, 可以在這次進新議會。 另外,值得提到的就是 自由黨的田北俊也重返議會。 我們會繼續留意最新的點票情況, 先交給新聞報。 謝謝黃鴨宇。 有學者認為從初步結果, 體值、地區直選、建制派配票成功。 如果現在看到得票分佈的狀況, 建制派的配票工程是非常成功的。 如無意外的話, 在新界西、九龍東和港島這三區, 都會出現一種情況, 就是泛民的得票比建制派多, 但實際上拿的議席是少於一半。 這屆立法會新增區議會第二功能界別, 也是俗稱超級區議會, 仍然未有點票結果。 香港研究協會票站顯示, 民主黨的陶謹申、民協的馮檢基、 工聯會的陳婉嫻,機會較大, 推算他們的得票大約是16%至17%。 民主黨的何俊仁、民建聯劉江華和李慧琼, 就機會均等。 其中劉江華的得票, 百分比是六人之中最低。 至於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的票站調查結果, 民主黨陶謹申和何俊仁、 民建聯的李慧琼和民協的馮檢基, 以及工聯會的陳婉嫻都勝算極高。 而民建聯的劉江華就不入榜。